大家好,歡迎來到雙一集的雙著一刻 上個禮拜我們是讀書會的一人一故事 今個禮拜我們繼續延續 因為我們實在有很多人有故事想說 我們在我們現在的一個桌子上 一圍桌子,你有幾個人 不如我們再報多次名字 由你開始 華女 我是紫棋 我是Diana Diana 我是阿花 阿花 我是Lily 我是遠君 Dudu Lilu 我依然是你的節目主持Asterly 不如這樣吧 今集開播 由我們在這裡讀書會最長的老共生 Lily Lily 你好 Lily 我們認識了很久了 由我們剛開讀書會五月 你來的時候應該是一六年 一六年的應該五六月左右 五六月 對五六月 就是我們剛開始的 然後跟著呢 這幾年就經歷很多事情了 是嗎 這樣 不如你講一下你的心目歷程 好啊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讀書會 讀書會其實都救了我幾命的 救了我幾命的 因為我的婚姻出了問題 對方喜歡了第二個 人生其實是跌到在我舊世界裡 情緒比較重 很容易會想死 都真的想死 但是呢 就無意中見到我朋友 又參加了讀書會 跟著就 其實那時候 那個是很同步性的 我接觸新心靈的東西 是剛剛 婚姻出了問題的時候 就開始個人想聽 關於新心靈的節目 就在YouTube裡看了 那找一下找一下 很自然就會找到 Esta的節目 然後就聽了 然後又在Facebook 看看有關 又有個讀書會 這麼像我們最近在聽的東西 那我就很好奇 就跟著我朋友 上來了 就上了讀書會 那時候那個人很灰 因為自己爸爸媽媽 又在好幾年前過了生 還要同一年過生 其實那個傷心還沒有治療 那變成一個人 其實沒有了爸爸媽媽 那個人好像一個孤兒 還有你自己是獨女 是的 我自己是一個獨女 爸爸媽媽 是的 很獨的 爸爸媽媽走了 其實已經對我一個很大的打擊 但是未來一次治癒的時候 老公又走了 那一刻呢 真的覺得自己好像很孤獨 很孤兒 雖然很多人都跟我說 你做個兒子嘛 但是那個兒子呢 在理智上面 是我要負責任 我是很疼他 我是要養大他 但是在一個 可能是不是一個聚位問題 始終是我的兒子 但是在上面疼我的人 已經不見了 走了 離開了 是的 最親的 一家人住的人都離開了 真的很孤獨 很慘 但是接觸到有讀書會 之後 原來他有一件事 令我很糾纏了幾年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要你接受 所有你發生的事 都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 這個我最初是覺得又驚又喜的 作死 首先你聽到 所有的事都是你創造出來的 就是有一塊 就是種子可以種好 咦 這件事 那就不用再爬上天台了 是不是 黃月光而已 但是聽著聽著 他有很多東西 自己又消化不了那個位置 就是說你的婚姻破裂 都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 是不是搞錯 就是不相信 應該說 我二十多年婚姻 都曾經是被認為是無犯夫妻的 我自己是聖堂天主教徒 都幫過很多婚姻的人 那為什麼會落到這樣的下場呢 那一條戲很不順 還要相信是我自己做 還要初期有時候會看 有些意見就說 你是不是有曾經對過人不忠 就是對過我一個人不忠 就是對過他不忠 或者你以前的不忠 或者你對有些想法 甚至乎是一個想法 想著你和一個明星 或者一個男明星 很大隻的 同過一起 你都是種了一個種子很小 不忠的種子 不忠的種子 那我自己找了很多年 都沒有啊 我真是仿何樹一條心的 那我這條戲還是很不順 所以就在這裏 很多時候都堵住這個位 在讀書會這個範疇 即是說 我又不斷努力去種 去老人院 但是他又經常都要我承認 這件事 那直至到一個 matination 或者我之前 去和一些祖先去連結 的時候呢 我就找到一個問題了 就是因為我很疼我媽媽的 那我爸爸呢 我其實都很疼爸爸的 但是因為始終都是女兒 是親媽媽多些 見的多些 那爸爸對媽媽就不是太好的 有一段時間 就是他脾氣比較暴躁 那他經常都吵架 但是我經常都覺得 他是他們的溝通方式 就是他們是這樣 吵吵吵吵吵吵的話 你都不要理他了 那是 直至到有一次 就是我發現一個問題了 就是最近才發現的 真的 是 我媽媽去到拉尾和爸爸 分開之前呢 我媽媽跪了在我家的走廊裡 跪在那裡 和我爸爸說 你離開我啦 就是跪在那裡求他離開 就是說你走啦 你離開我啦 因為他一定要和我住 但是我爸爸是有另外一個家的 我媽媽覺得他可以去那個家 但是其實爸爸是不可以的 就是他和那邊已經沒有在一起很久了 就是頂起子女都不會和他住的 個個都有自己的家 但是後來他都是自己搬出去住的 我們就唯有自己出去探望他 但是在那個走廊的那個情景呢 我看到我媽媽跪在那裡求我爸爸離開的時候 我加了一句 因為我看到媽媽很慘 要求他離開他 我就加了一句 說爸爸你走吧 我就說 是不是這句出事呢 沒有理由找不到原因的 我自己就覺得是這個 這句說話 因為是他們上一代的問題 自己插手了 因為都有墜毀的 就是兒子一代 我們一代 爸爸媽媽一代 於是我就 現在去到拜山 我都會和爸爸聊天 我就說 我其實很愛你的 我不是真的想離開 但是在那個情勢裡 我沒有辦法不抱媽媽 我抱不了兩個 所以我才有這樣的決定 你原諒我 你們的事情我都不管了 只是我會繼續愛你們 你又會繼續愛我們 你們的上代事我交給你們了 就是這樣 於是就釋懷了很多 所以讀書會 那幾本書 就追來讀 所以中間有很多東西塞住了 尤其是看一本 紫色的那本是甚麼 《愛的嚴理法則》 看到一本是把計火 我真的把那本書撕破了兩邊 真的剪開 一樓重 我以為方便攜帶 是呀 我便攜帶兩邊 你估計到你這次上哪幾個 那幾個項目 然後 我真的對那本書 我又恨 又很想知道他個中的巧妙 怎樣可以做好這幾件事 又很恨 為什麼是這樣的呢 接受不了 為什麼是我創造出來 我都是 甚麼都沒有做過 就算我做了這件 我自己覺得是這個重子 在這個位置 都不用把我二十多件婚姻摧毀 所以就 在上上落落 都會有時候 不聽了 不聽了 這陣子就會離開了 但又覺得 咦不是呀 中到的 那試一下 你不中愛情 都要中金錢 都要中健康的 那真是 這個是一個希望來的 你世界上 就算是風水 還有命理 都是告訴你 很多事情是整定的 那整定的 其實很難聽 我不喜歡聽 那 有些人就經常說 你相信你自己的命運 你的命運是這樣的 甚至 我 也是這樣跟我說 我和你龍狗雙沖 就沒辦法 那 什麼是龍狗雙沖 生肖 生肖 那我真的 我大哥 對不起 要我相信這件事 龍狗雙沖 所以就要離開我 那我就很生氣 但是 在讀書會 隔西老師這幾本書 是令我找到希望 就是 中好就可以了 阿Lily真是很認真的 我們 其實讀書會 不是那麼多人去隔西那些 那些 那些一堆兩堆課程 那些一堆課程 那些一堆很貴 那些課程 你講的 八九千元的 兩堆一定 那阿Lily 是唯一唯二 是很多個都要去 第二 第三 第四 你都要去 因為我每次都見到她 還有其實我覺得 不可以這樣說 timing 的事情 之前其實我講過另一個答案 但是因為你那個時候 你未曾接受到 無想 是啊 還有緣分結束了 沒得解的 現在是覺得是很 其實沒得解 當時我們這樣說 你看看 當一段婚姻 或者一個關係結束了 其實個最好解釋是什麼 就是你的愛情總之用光了 那為什麼會用光呢 為什麼她又不用光呢 她又不用光呢 沒得解 最難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 我自己覺得 其實一個男人拋妻棄子 無論是什麼原因 是不值得原諒的 為什麼呢 因為男人和女人不同 女人是 一副心思 放在家庭那裡 然後 你把青春壓下去 但是男人 講得衰 你可以七八十歲 你選個五六十歲 或者你選個三十八歲 你有錢就行 是不是 我們女人 比如說我五十多歲 你叫我找個二十幾歲的小鮮肉 你除了三個沒有興趣 是不是 因為你知道 你很多時候 你禮我 你又興趣 補身 補身 就是小學生 不是說笑而已 但是女性 一般來說 譬如我馬幾歲 我對一個二十幾歲的身體 我沒有興趣 我除了三個都會 沒有興趣 所以 是生氣 我覺得是完全值得生氣 對不對 但只不過就說 好了 但我在女性那方 第一 阿Lily依然是很美 還有很多種子 多謝 多謝 是的 她是連醉了我那天 拍照都比我最美的那天 為什麼不跟她做朋友呢 還有我覺得做女人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其實你學過什麼 不要緊的 你無論是基督教也好 種子法則也好 吸力法則也好 你只要找那兩樣東西 可以令到你放下就可以了 那個%是慢慢地增加的 放下那個 是 可能200 37 最大的學問是什麼呢 就不是你爸媽那些 其實那些你是去什麼 就是你接受 有時候我們盡力 別人就是不愛 這個不是我們的問題 這個不是我的問題 我失戀的無限次 失敗的無限次 其實如果婚姻不好 或者你未結婚 或者是聖聖的話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選錯人 然後我們要接受 就是選錯人 那你就趁著自己 還有子彈 是不是 還有子彈 有子彈 有時候其實呢 你知道一件事 我是看通了一件事之後 我是放下了很多 一些不合理的感情 就是到底你在那段 不合理的感情上 你想要什麼 其實不是想要回頭 他回頭你要不要 不要 但是你想要什麼 可能就說一聲對不起 他很認真地說 Lily 對不起 我真的太愚蠢 我太沒有品味 我為什麼會放棄你的 是我錯 I was wrong 其實是因為這件事 可能是這件事 是的 絕對是 但是這件事 是永遠不會發生的 永遠不會發生 但是有趣的 你肯放下 譬如有時候就是 有個搞錯的朋友 這麼沒有良心 兒子和你生了 家庭和你 事業各樣 你都走了 但其實這是一個靈魂的歉意 就是要讓你知道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 那你是哪個 你以為你投資他身上 他就是走了 如果這個東西放下 其實我有時候很有趣 有時候想大家的問題 為什麼人世間 怎樣可以發揮得最好呢 譬如上一集 我聽到大家分享 李偉 大家是拿了一件事 譬如阿Dudu 阿Dudu拿了一件事 就是其實 小時候 某個情境 是某一個場景 有一個場景 令到自己覺得 我不夠好 然後你做了一個決定 那個小小的爸爸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 我就是讀書給你看 你看不起我了 但這件事 總之很少 那時候很大 他會放得很大 但又怎樣呢 就是有人讀了四個Degree 你不太講了 再加一個PhD 再加一個PhD 可能一分鐘之後 會讀多一個後博小 不要讓我看死你 被你讀光了 你小心這件事 其實真的是 總之很懂得很大 其實我們回想一下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做的每一件事 是因為曾幾何時一個場景 然後跟著我們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 譬如 恩妹 恩妹就不知道她想過什麼 但她覺得要幫人 恩妹很明顯 就是九營的二號仔 九營二號仔 是要透過幫人 才找到自己的價值 如果她不幫不了人的話 你都像 如果幫不了人的話 是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然後讀多些書的話 都是為了幫更多的人 實際上是一件事情 是個想法 就不是真的 為這件事 為何我停了A Андsen 的心靈分享 就是有一天 阿!!!阿!阿 cockro!阿!阿大安阿! Slide 上一集訪問了 因為爸爸過了身 因為他四天之後才找到他 但其實不是你跟他住的 還有其他人的 但這個不是你的問題 竟然三、四個人都不知道有一個人過了身在家 但為什麼你又抱上身呢 就是因為那個場景 那個情感的感覺太強了 強到那個地步 你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內疚 或者是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你要補償這件事 然後在那個場景那裡 失急了 很多能量 根本沒有離開那個場景 然後我想 其實任何一個人 你想達成任何一件事很簡單 就是由你現在這一刻斬纜 就是由你現在這一刻 和你之前的人生斬纜 但這件事差不多不可能 就是說我們將人生歸零 所以我形容上半身是舊世界 為什麼我爸爸這麼幸福快樂 因為我爸爸 就是我去過淡湖寨探她 去年五月 是不是 我們是她的past ten 不知道past ten 是直接是前世的 我爸爸是沒有問過我媽媽一句 是沒有問過 你媽媽臨酒怎麼樣 沒有問過 他沒有問過 然後我對著她 她就不斷說她兩個兒子多厲害 她的兒子多大隻 她的兒子多本事 她的兒子多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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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說 三天兩天總之兩天一天就算了 但是我覺得 我只要有一件事做得很好 就是什麼呢 我不是 我不是不單止不生氣她 但是我還祝福她 基本上就是 我是很接受我爸爸現在是這樣 就是我完全接受 她不再愛我媽媽 甚至她當我們是沒有存在 她只是問了一句 就是 你有我妹妹怎麼樣 這樣 不錯這樣 沒有再問了 但我覺得OK 她給我一條命 然後我去活出我精彩的人生 我去我的貢獻 然後她完全忘記了她香港有家庭 我完全接受這件事 如果她是我老公 我能否接受到 我不知道 但是現在她是我爸爸 我能否接受到 所以 如果 For Lily的Case 如果你可以接受到的 就是 不知為何 我盡力去愛她 我盡力給這個家庭 我盡力給這個家庭 那條腦就是走 然後我們學會的就是 不要抱上身 她走 甚至乎她不是壞人 事情本身就是這樣 總之我愛了她幾十年 我就盡力了 她走了 那是第一次 好 現在我要寫一個新的一頁 但很多時候我們這部電影不相信 這部電影拿著我 搞錯啊 你走 你是不是人來啊 你快回來道歉 但那樣永遠不會發生 所以很多女人 即是分了手 離婚之後 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以後都再沒有relationship 就是撐著這件事 你很道歉啊 我媽媽也是 很多都是這樣的 以前我們做培訓 有些練習就是 就是找些人出來 那些學生做練習 那有個女人 就去 應該五十幾的 那接著呢 就她還沒有拍拖 你知道以前的年代 你不拍拖是聚的 OK 那接著呢 導師呢就叫一個 他就叫一個 你去找一個男士 OK 是好像你的舊男友 然後那個舊男友 我很經典的 他就找了一個男生出來 就扮她那個舊男朋友 OK 但他們倆差很遠 你記得嗎 跟著她說 你又說過愛我一輩子 你回來了 你走三十年了 現在 你還沒回來了 然後我就說 搞錯 三十年的三十年 不會回來了 對 不是她蠢 她鈍她斷 而是我們是會給一個場景 因為那個場景太強的情緒 而是我們那個靈魂 是留在場景裡 沒有走過 嗯 嗯 那個inner child 是被傷害了 但是她沒有被人抱回 很簡單的 inner child 你記得小朋友呢 在滑梯上跌倒了 或者是跌倒了 膝蓋倒了 你怎樣幫她 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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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抱她 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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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就 沒什麼 走過 其實我們的inner child 是沒有那麼複雜的 你只需要跟她說 唉呀 陰公主了 來吧 石石抱抱 她就很健康地走過 但我們是這麼少事未做到 所以其實 對阿尼里也好 對任何人也好 其實你想達致成功 很簡單 就是你歸零 但是歸不到零的 因為你始終有memory 有記憶 有經歷的 你就盡量去到歸零 即是接近歸零 因為一歸零 就會創造到任何東西 等一下 停心靈分享 是因為聽了Diana說的 因為停了我聽了Diana說 然後我又看到 阿恩妹 大家很怕我喊錯名 然後我就發現 阿Diana在抗拒她 她的abundance 天性 然後做了很多東西出來 阿恩妹呢 就因為她是一個pleaser 又做了很多 很多extra的東西 去取悅她世界 然後我想 因為我也是減肥 之前 那這些我又減不了呢 就是因為 我太忙於去打救世界 我太忙於打救世界 太忙於去幫人 其實我也是在幫人 但是為什麼我幫人幫我 沒有時間給自己 這個是失去平衡的 真的很累 你明白嗎 這樣 所以我就說 停了 停就停了 又好錯 因為我之前說過 做了365集 都休了休了 停一休了 停一休了 喝杯人心酒 這樣 我覺得這個決定好的 因為我覺得 你無論一個人 你多大的貢獻 我想我都是 可能是做這件事 無論是雙掌台 或者是生命分享 都是曾幾何時 可能是當年 05年被人解僱出來 然後跟著 我證明給你看 我是可以 解僱我了 你這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或者是想將自己變得有用 變得有用似乎是很重要的 23分 好了 我們講到這裡 第一段已經爆了 如果大家在聽YouTube的朋友 我們暫時說拜拜 如果想聽我們一人一故事的精彩分享 快點加入我們雙掌台成為會員 我們暫時說拜拜 拜拜 拜託